8月12日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再升一级 美国海关通知 所有从香港产品进入美国 一概要改成中国制造 不能再用香港制造的标识了 新规定就是45天之后开始正式实施 就是说大部分苏美的香港产品 以后都要写中国制造了 也不是香港制造了 香港特区政府对这个新的规定 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香港政府发言人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 享有单独关税区的独特地位 是根据国家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 并或世贸等多边组织认可 并非个别国家施予或可以撤销 香港政府说的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不过美国规定的是输美产品 而不是出口到别的国家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香港政府对美国事务进行抗议 也没有道理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美国对联合国和世贸组织 都是极度的不满 正在酝酿退出世贸 所以世贸的规定 其实也不能管辖美国 对不对 过去多年 中国政府也没有遵守世贸的规定 比如说2001年 中国加入世贸 有15年的过渡期 然后就要全面开放市场 但中国也没有遵守 对不对 所以用世贸的规则 去约束一个主权国家 去约束美国 肯定是没有用的 特朗普7月14号签署了总统力 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不再认可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 中共在香港推动的一系列的措施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叫做二次回归 所以香港已经是等同于中国了 现在外国把香港视同中国 难道不是中共求人得人吗 难道不是香港政府自己的一个目标吗 当然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 不会仅此而已 对不对 比如说对香港和中共 11个官员的制裁 一定会有很大的 后面的连锁的效应 最大的效应就是香港的银行 你是不是遵守美国的制裁令 那汇丰和渣打据说已经承诺会遵守这个制裁令了 那么中银呢 其他的银行呢 我们先说一下如果他不遵守会发生什么问题 简单来说 就是这些银行可能会失去美元交易和美元结算的资格 当今的世界全球八成以上的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运作都是通过美元进行的 如果你没有了美元交易的资格 等于是你被剥夺了这个国际的业务 虽然这些业务可能不一定是你盈利的这个来源 比如说汇丰 他主要盈利在亚太地区 对不对 但美元结算是他整个银行运行的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栋楼没有地基 你上面的楼房你再花俏很漂亮 再先进 是不是你最终一定会倒塌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长期存在 其他香港的大银行也都是一样 包括中银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等等这样的大银行都是一样 那这是香港银行业所面对的巨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们跟随美国的制裁呢 你同样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违反了香港的国安法 国安法规定了任何人和机构 都不能受外国挑拨 受外国的命令来伤害香港和中国 所以这些银行 如果你遵守了这个制裁的制裁令 那你是不是勾结外国势力 而你是向外国势力低头 对不对 你都违反了港版国安法 所以香港的银行业 面对难题了 对不对 这个首属两端 里外都不是人 那还有 香港投资的这些企业呢 这些投资公司呢 如果这些被制裁的人 购买了投资公司的基金 那是不是要投资美国呢 如果你这个投资基金 投资了美国 那是不是违反了制裁令 比如香港的强基金 有一些人 这个 有些强基金 可能这些被制裁的人 在里面有私人户口 对不对 如果有 你是不是不能投资美国呢 因为你不能和这个银行 发生业务往来了 其实有关制裁 还有很多 可以追究的细节 如果这个制裁 不只是美国呢 如果是五眼联盟国家 一起跟进呢 如果包括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呢 所以如果要认真的追究起来 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还能剩下多少 如果香港认真的执行这个国安法 去追究 遵守这个美国制裁令的这些银行 这些银行等于是什么 你必须自己去切断 和美元的资金联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不用美国来攻击香港的联系汇率 这个制度了 对不对 港府和中共自己 你就把它给切断了 大家记得 谈到这个制裁 林郑月娥说了 除了美国动用核子手段 否则香港也不怕 她说的核子手段呢 其实就是美国 可能切断联系汇率 攻击这个联系汇率的制度 那现在不用美国来动手了 特区政府啊 自己可以用这个国安法 去按那个核子手段的按钮 自己去断了它 咱们讲啊 香港没有中央银行 对不对 香港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发钞的机制 香港的港币是怎么发钞的 香港的港币是以美元储备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每一块钱美元进入香港 香港呢就可以发行7.8元的港币 所以美元对香港来说 等于是有点像黄金 你切断了美元 你可以转用人民币做储备啊 来发行港币 你为什么香港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中共不这么做呢 我们说现代金融制度啊 这个主权货币 基本上啊 其实就是主权信用货币 对吧 你拿一块钱港币 意思是什么 意味着香港政府啊 欠你一块钱港币的价值 但是他用一张纸 给你来做证明 对不对 香港用美元作为港币 发行的储备 简单来说 就是他相信美国的主权信用 他港币这个主权的信用啊 他用的是美国的主权信用 他不用人民币来做储备 就是不相信中国的主权信用啊 对不对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说很快 我估计啊 中国和美国都会研发出新的疫苗了 香港人啊 咱们不论黄丝啊 不论蓝丝 到时候都可以自己选择 我们假设啊 美国的疫苗和中国大陆的疫苗 都在香港 都可以注射 大家自己去选择 你会选哪一个呢 那这和中国大陆居民来香港 买那个奶粉 来香港打疫苗 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那我想问那些亲共的人士 那些亲共的香港政府的官员 平心而论 你们会给你们的孩子吃大陆奶粉呢 你们会给你的孩子打中国的疫苗吗 简单说 这个就是信用问题 其实也就是信任问题 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所有的基础 其实就是这个信用和信任 既然香港政府 你选择信任中共的法律 信任中共的制度 那你就应该信任 中共的奶粉 疫苗和人民币 你不用再去用美元就好了 所以美国人掌握的 这个它不叫做美元霸权 我们说简单一点 就是信任霸权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支援各国战胜了 这个非民主的这个专制体制 帮助世界各地恢复经济 帮助全球化 这个经济共同增长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实际上现在国际秩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秩序 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个这个基础 它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体制 我们可以说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南海问题 包括台湾的问题等等 这个月初 美国国防部长ISPA 他也公开说过 美军已经做好了和中共军队 这个高烈度冲突的准备 而且他说要打就要打赢了 同时他说希望能够去中国访问 我记得当时中共的媒体还讽刺他 说这个ISPA 他很明显害怕了 要来跟我们谈 环球时报就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但最近美军的这个活动非常非常频繁 中共方面大概反应过来了 看来美国人这次不是讲笑 不是说着玩的 尤其在南海方面 这个气氛非常非常紧张 昨天南华早报引述一个消息人士 报道说 北京透过了多个渠道 向美方展示友好姿态 而且还表明 中国永远不会做首先开火的一方 这个报道是英文的 咱们翻译成中文 中方的习惯说法应该是 绝对不开第一枪 所以北京很明显 试图把这个局势稳住 不能和美国这样继续闹下去 所以这位消息人士说 下命令开火很容易 但无论中国或美国都很难控制那个后果 说法比较好听了 其实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下令开打 当然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但打起来 中共你没办法赢啊 如果是南海的局部冲突 我可以说中共是必输无疑 那么后面的后果 对中共来讲 那就很难预测了 这个后果呢 一方面是美中的关系 双方会在多大的范围 用多大的烈度 去做这个冲突呢 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 是要消灭对方啊 还是控制和抑制对方呢 这些都非常难控制了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中共在这个冲突里面 它的军事一定会打输 所以啊 它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内部的反应 这有点像清末的那些战争一样啊 你内部的政治格局啊 会因为这个对外战争的失败 发生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以中共目前的这个政治格局来看 这个变化一定不利最高当局 说穿了也就是不利习近平本人 所以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了 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魏凤和 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 8月6号通了电话 就一个星期啊 他们说了什么 双方都没有报道 这个通话的内容 所以啊我估计啊 以目前的局势大概就是什么呢 中方表达了绝对不打第一枪的 那个意思 中共当然 它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应对的方案了 也在做 这个和美国全面开战的准备 包括清理这个各个大城市里面的防空洞 扩大招兵 重新集结民兵等等啊 当然最大的动作 就是内部已经悄悄的下令备战 过去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报道 说美国这个电脑推演 兵器推演 美国和中国海军或者舰队 在什么西太平洋 在南海在某个地方 结果开战 结果是美国战败了 几艘航母被击沉等等 美国海军脱离战场如何如何 很多五毛啊 对这个特别的高兴 认为这个美国啊 你看 打不过我们中共了嘛 对不对 其实我想特别想介绍一下 美国的这种电脑的兵器推演 是怎么回事 这个都是军方 美国军方自己在做的 这种兵器推演 本身呢 它的目的就是要找出 自己这方面的漏洞 包括部署啊 战略啊 武器啊 人员等等 各个方面 它可能存在的问题 它都要通过这个 兵器推演啊 把它找出来 所以它在设定这个条件的时候 它一定会把所有 会变化的因素 比如天气啦 地理啦 比如油价 双方武器的性能啊 还有什么疾病啊 疫情啊 甚至双方的盟国啊 这个参与程度 把这个所有 可变的这种因素 全部变成对对方有利 因为这样呢 它才有一个 大的压力 在这个大的压力下面 才能找出 和自己这方面的弱点 在什么地方 所以2003年 伊拉克战争 美国做过三次的兵器推演 前两次都是美军输了 而最后一次 算是勉强打赢了 美国人就开战了 当然 最后的结果 大家都很清楚 那场战争 根本就是一边倒 对不对 没有什么任何悬念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那个兵器推演 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很明显啊 这当然也是一个 强势军队的做法 弱势的军队啊 当然一般不会这么做 所以简单来说 美国军队这一次啊 在南海如此排阵 它施加这么样 这么大的这种压力 战役如此的明显 如此的强烈 很明显 他们已经做了多次的 电脑兵器推演 而且都是可以过关 意思是什么 一旦真有战争或者冲突 这个结果 根本就是完全彻底的 一边倒 没有任何意外 没有任何其他可能 这一点呢 中国国防大学啊 自己的研究室 应该也是知道的 他们自己的兵器推演啊 大概也会得出 类似的结果 对不对 否则啊 也不会有中共当局 全力避免这种军事冲突啊 希望去缓和军事对峙局面的 这各种各样的动作 其实中方的意图呢 很明显 就是叫做以托待变 中共的全部的希望 都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 他们希望特朗普能够被选下去 希望特朗普下面那些超级鹰派 全部都给我跟着特朗普滚蛋 然后呢 咱们再做另外的打算 对不对 在此之前 所有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 所有这些有刺激性的动作 中共一定都会尽量的避免 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地区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先聊这么多 多谢大家 我们明天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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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